一名穿着红色上衣 戴着斗笠的富人 在银行门口来回徘徊 突然间一辆机车跟过来 和富人交谈 不过没一会儿时间 又匆匆跑掉 原来富人一开始在田里工作 没想到却被两名 骑机车的男子搭讪 还拿着一包金戒指 称是幸运挖到的 可以便宜卖给他 富人一时心动 骑了车先是回家 拿现金一万二 给这两名男子 再来往银行跑 打算领更多钱买金戒指 而男子们则是一路尾随在后 听声音 而且像这种东西 跟一般的金色是不太一样的 是蛮 蛮粗糙的 怎么看就是觉得富人怪怪的 银行警卫惊绝有意 马上上前关心 于是富人将六枚金戒指 秀出来 马上就被警卫看穿是假的 随即报案 那两位代表看富人 跑到保全员那边就落跑 这个案子我们独六拍手 一知道又我们立即办理 六枚金戒指只卖两万元 富人原本看好 以现在金家来算 全卖出可以得手十万元 没想到戒指全是假的 还倒赔一万二成了远大头 接下来廖文宾王世涵云林报道 中天电视 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